最近消息來看到郭台銘正式宣布參選之後 再度邀請柯文哲跟侯友宜來見面 而柯文哲晚間也在臉書PO文 他是以美國已故的民權領袖金恩博士捍衛種族平權當作例子 並且強調說應該整合在普世價值之下 似乎跟郭台銘是在隔空喊話 而根據了解 郭台銘29號晚上要參加台北市的計程車工會的普渡餐會 同一時間柯文哲也會出席 所以外界就猜測到時候兩個人可能有望能夠坐下來談談整合